尊敬的 作为同修 作为护法 大家六十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在借这个共修的时间 来跟大家讲一讲佛法 来互相鼓励 借这个共修的姻缘 特别是 过去释迦牟尼佛 曾经告诉我们 这个佛法 南文 金米文 就算你听到一句 都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生能够了生死 出三戒 所以这个道理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再加上 现在这个四道 我们这个四道 很乱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再加上我们 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生 必有死 有生 必有老 有生 又避免不了病苦 而最后 什么都带不走 你说 苦不苦呢 如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们应当要更加精进念佛 因为只有念佛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在华眼经 在法华经 大吉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特别的是这一部阿弥陀经 都劝导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名号 这个道理啊 是很深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今天跟大家有这个因缘啊 我感谢我们的博士 法器啊 同修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总干事啊 夫妻啊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接个法员 因为我们法师啊 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工作 就是奖金 我们法师不是搞什么 明文立养啊 搞一些什么 那个 搞什么 要把这个道场 要搞大呀 要拉信徒啊 不是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最大的目标 我们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续佛会命 能够让佛法 对世间有帮助 所以有人问我啊 师父 我们在这个世上 什么样的 是最快乐的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是最快乐 你要学习随喜 有钱 我们多布施一点 没有钱 我们都念佛 很简单 其实这个生活 人生很简单的 只是因为我们 没有智慧 越搞越复杂 你们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 其实这个人生很简单 只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 把这个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昨天上个星期 跟大家讲一讲就是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邱老师 给大家看一下 三个星期呢 我已经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就是跟大家 取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讲讲话 分为很多段 几段来跟大家分享 上一次 已经简单跟大家说明 你想要了生死 出三界 而且能够一生成佛 只有两条路 能够让你选择 第一个就是 靠自己的力量 你能够 明心见信 大书大悟 你就能够 生死就了了 但是这一条路太难走了 我们已经没办法去走 那选择第二条的就是 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容易 只要你符合经典里面的条件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功德 但是关键 就是事实不退 这四个字 如果你念佛念得好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往生到西方极乐 世界的那种力道不够 那你就没办法 往生净土 所以事实不退 是我们了生死的关键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啊 那要如何事实不退呢 那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要如何事实不退 首先必须要生性净土 断移生性 所以我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你要事实不退 你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你念佛不退转 你念佛不退力 而且能够勇猛的进入 首先你首先必须要断移生性 而且生性净土 你就有这个方法了 听懂吗 所以我选择这个就是 简单放松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说 师父我知道啊 在经理里面说 对啊 什么叫生性净土 所以首先我们应当要明白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求老师 我们应当要明白 大家一定要明白 难得嘛 跟大家借个语言 而且每个星期 只顶多也半个钟头 顶多 最多的二十分钟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念佛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先搞清楚的 你今天念佛是为了什么 哎呦我要求发财啊 我今天念佛要什么 我要求保佑啊 念佛做什么呢 我要念佛 我要希望我的生意兴容啊 心想事成啊 吉祥如意啊 事事如意啊 你不用求这个 只要你老老实实念佛 全部都记住了 你不用求 它自动就会来的 只要你真的去念佛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念佛的目的就是要求生西方 其他世界啊 那这个是比较 比较深入一课 深入一层来讲了 那比方说一般人 世间人说 我要求场所 我要求健康 我要求快乐 我要求 那比方说 哎 这个生活里面 能够顺顺利利的 没关系 阿弥陀佛会满你的愿 只要你真的去念 你就有这种的功德 因为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深入一层了 深入一层就是说 我念佛的目标 目的就是在建立 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要亲近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亲近阿弥陀佛 大家一定要知道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一生 人必有生 必有始 人有生 必有苦 人 这个生 有生 必有老 有老 必有病 有病 必有苦 那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 而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你在西方极的世界修行 跟着阿弥陀佛修行 比较容易 因为什么呢 你好老师 你每天你的老师都是阿弥陀佛 你的老师都是大三之四的 你的老师都是观世音菩萨 你的老师都是大四之菩萨 你的老师就是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怎么不容易呢 我们在这个环境 不要说一尊阿弥陀佛 要找到一个好老师就很难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想要找一个好的环境 来念佛 有是有 但是不一定有 你看 我们到道场 大家 刚开始是菩萨心道 菩萨心场 慢慢慢慢的 看到这个人不对 看到这个人不对 看这个人不好 看那个人不好 冲突又起来了 很多啊 现在道场很多啊 而且现在道场很多都不如法的 很多 真正依法 不依人的 已经很少了 所以现在找一个真正的道场 太难了 又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 又找到一个好的法师 一个老师在旁边来指点我们 来帮助我们 那就更难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就是一个原因 修行比较容易啊 为什么呢 断烦恼 了生死 成佛 而且是一生只至成佛 赞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听佛说法 努力修行 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 就是这个念佛的目标了 所以你修行容易啊 真的 了生死 这个才是关键最重要的 学佛一切法门 除了这个最重要的 没有这个了 了生死 出三界 而且成佛果 每一个法门的原则 就是这个 每一个法门的目标 就是这个 但是 除了阿弥陀佛 念佛法门 其他法门很难了 非常难 所以为什么你看 在五量寿经第37品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 你看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能够一天里面 一日一夜清净心 修清净心 你的功德 你的功德超过五量寿国为三百岁 意思就是说你的功德的一天在这个地方环境修行 能够清净心 你的功德超过在西方极的世界一百年 说明就是这个环境修行非常难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一个 这样解释 听懂吗 所以我们最大的目标念佛就是这一个 了生死才是重要 因为生死是苦的 今天我们得人生 你能够下一辈得人生能吗 不一定 可能会到恶鬼到地狱或者出生到 或者得人生的时候 你能够生到这个澳洲 生到一个好的环境 不一定 看自己的业力 太苦了 老也苦 病也苦 儿女不听话也苦 孙子不听话也苦 老公不听话也苦 什么都苦 所以看看我们的脸上你看 我们的脸上你看 眼睛上面草子头 我们的这个眼睛的眉毛 这个眉毛是什么 草子头吗 啤孔一束 啤孔下面一张口 那不是苦字吗 所以就是这个目标 好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应当一定要知道 我们追随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等诸大菩萨 最重要的要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 满菩提愿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师父啊 西方极乐世界 哎呀 有没有这个拓豆腐啊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能够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观光旅游 又不用坐飞机 又不用买饭店 又不用花钱 又不用这个 又不用那个 多好 在西方极乐世界 去观光旅游 又回来 你看经典又告诉我们 饭已进行 回来又能够吃饭 也不用煮菜 也不用买菜 也不用这么麻烦 煮饭 煮菜 种种的 这么好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去享福的 那个享福是真的 是我们有这种的福报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去度众生的 去成佛的 那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不是我要去吃什么 要去观光旅游 不是这个最大的目标 所以尊敬的 这位统修大德 一定要明白 去满菩提愿 就是要去尝佛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还没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深信净土 这个信要从哪里开始 这个信有七个 七种这个信 会跟大家为大家说明 那首先先跟大家来 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看下面 在这个方向 给大家 互相鼓励的就是 往生净土最重要的 有一个条件 我们一定要知道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 什么呢 心净则佛土净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是离不 你是往生不了 明白吗 要记得 如果我们这一生 想要往生西方净土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 心净则佛土净 关键在你的心 所以我们老和尚 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 我们看下面 邱老师 下面的 所以一个人 你命中的时候 最后一念 如果心不是净念 他是不能往生的 什么叫做净念 净念 就是清净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以念使念都能够往生 所以这句话 我们不能大意 因为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 一定要知道 你的心有阿弥陀佛 你才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先没有阿弥陀佛 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还有一丝好怀疑 你还有一丝好执着 对这个世间的执着放不下 看不破 而且执着的非常的严重 你怎么念佛 你都往生不了的 所以 只要你心清净 哪怕是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看那个阿瑟瑟王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阿瑟瑟王犯了五逆十恶 临终的时候 他真的发入忏悔 他忏悔 他生病很严重 非常的严重 而且如果他不念佛 不忏悔 他的果报都是五间地狱 因为他犯了五逆十恶 但是你看 释迦摩尼佛为他开示 告诉他介绍阿弥陀佛 介绍西方净土的世界 没想到他有上根 他有福德 他有应运 他相信 他发入忏悔 他发愿 我要到西方净土的世界 一念 十念他就往生西方净土了 而且品位很高 是中上品以上的 所以这个心净则 孤独净很重要 这个净验很重要 那请问师父 我们该怎么修呢 我们看下面 请问修清净心 要从哪里修来 这个问题关键在你自己 关键在你自己 最主要是你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谁都帮不上忙 是师父所讲的 我们简单 我们简单来学佛 不要放松 一定要靠自己 到临终的时候 再修清净心 怕修不成来不及了 哎呀 现在还年轻啊 我们要应该用 先不用念佛 等到我们老的时候 九十岁才来念佛 现在也最重要的 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该吃饭的吃饭 没关系啊 你吃饭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要走到哪里也可以 你运动也可以啊 他都不会障碍我们修行的 你不要等到我们老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要来修清净心 来不及了 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我告诉你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无常啊 无常随时会到的 今天我们能够在道场里面念佛 明天不知道耶 所以现在的人很难啊 你们博士有机会这样 聚会念佛 还不念佛 哎呀 你看师傅在雪仪啊 现在已经两个月啊 那个道场啊 就没办法供修啊 是经过这个网路供修 你看我们印尼 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要到佛堂共修 谁敢去啊 所以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我们不修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就是修清净心 只有清净心 能够帮助我们往生 只有清净心 才能够灭五量罪 灭五量罪从哪里 从清净来的 所以清净心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 很重要 应该是什么时候修的呢 如果今天大家把经听明白了 你今天就要开始修了 我们才有把握 不是明天不是后天 马上当下 你要马上修了 今天有人骂你 哎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有人要批评你 哎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是假的 今天有人的赞叹你 哎呦阿弥陀佛 都是假的 像前几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 我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是一个年轻人的 他说 我感谢师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终于跟我讲 他喜欢我 我心里很欢喜 我跟他讲 都是假的 所以这位居士跟我讲这个道理 我说都是假的 你不要听他的 等一下有爱 必须有恨的 他今天说爱你 明天会恨你了 你看哪一对夫妻不吵架的 你去观察一下 哪一对夫妻不吵架的 从头吵到尾 从尾吵到头 你看 哪里真的是爱呢 你说对不对呢 所以师父选择这条路是正确的 是真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的总干事 你要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清静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往生才会有保护 所以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最后跟大家来分享 最后 邱老师下面等那一章 所以佛在大神经里面告诉我们 清静心里面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是第一个 最圆满的清静心 那启赤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启赤的 启赤就是有起心动念 但是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是排第二的 那在启赤是最低的 最低的 最低的就是没有执着 已经没有执着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 做不到 这个是最低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 太过于执着了 太过于执着了 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执着这个财产是我的 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 执着这个是我的 执着那个是我的 执着这个 执着那一个 意丝毫都放不下 所以你在这个世上 不但往生不了 你在这个世上 你是最苦的一个人 为什么人会苦 就是这个原因 他的研头就是这个 执着过于 过于执着 执着的太重了 所以尊敬的 主位同修 他的 佛法 好好在这个地方 教我们开智慧 教我们要觉悟 那要如何深信净土呢 首先必须要跟大家来讲解 这个信是怎么说的 而这个信最主要的 第一个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他总共归纳起来有七大类 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啊 就是我简单 来跟大家做一个 那个 鼓励 鼓励大家 我们有这个机会念佛 有这个机会 闻到这个佛法 这个功能很大 所以我们互相来鼓励 没关系 我们这个修行 不是每个人 能够一帆风顺的 在这个世上没有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世上 修行能够一帆风顺的 没有 没有一个人 所以呢 经过考验 忍辱耐心 你才能够慢慢的增长 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祝大家六十吉祥 我们这个世上 现在这个世间不容易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 所谓的千人千帮苦 苦苦不相同 但是没关系 我们念到这句阿弥陀佛 你把你的苦转为阿弥陀佛 把你的忧力转为阿弥陀佛 把你的烦恼转为阿弥陀佛 就会变成我们的菩提了 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我们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鼓励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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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的看法 谢谢 cake 我